歡迎收看9月9號星期五為您播出的新台灣加油 我是許桂牙 英國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她在台灣時間今天凌晨十世 想騎獸96歲 她是從27歲就任這一個王位 到目前我們看到是女王 你的任務可以結束了 可以跟菲利普親王在天國相會 英莎白女皇她對中國的態度是什麼呢 她曾經認證過中國外交官是非常粗魯的 究竟是什麼事情讓她有感而發 稍後我們來談 近期中國外交官可以說是變本加厲 中國的這個駐澳洲大使肖謙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台灣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說中國武力侵犯台灣的話 這個不能夠叫做入侵 那是不是要暗示說 中國也想要仿向俄羅斯 可是呢烏二戰爭我們可以看 烏軍他反攻現在包括最新情勢 包括在烏北在烏東在烏南都是有展過的 俄軍自己在那邊一直消耗一直消耗 他其實完全逃不了便宜 這是給中國最好的教材 另外我們要看的是藍綠在昨天都開了考機會 國民黨他們是開閘了危機參選的中東籍 民進黨的中平會是開除了鄭寶欽 苗栗跟桃園的選情會如何來牽動 稍後來討論 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悲衣陸軍少將 余北辰 余將軍 各位好 大家好 接著歡迎台灣智庫 諮詢委董立文 董老師 主持人大家好 歡迎知識媒體的鍾年晃 各位好 大家好 左手邊歡迎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張宇韶 宇韶老師 各位好 大家晚安 歡迎國民黨的新北市議員 葉元支 各位好 大家好 以及知識媒體的林玉慧 各位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從藍營的中東景 綠營的鄭寶欽 維繼參選 雙雙都被開除黨籍 來開始看齊 在座的桃園 因為只有余將軍 那我讓余將軍先來 我們來看 在桃園的部分 鄭寶欽他被 因為維繼參選嘛 他去登記了 所以他被開除黨籍 這個應該是不意外的事情 不過你可以看到 鄭寶欽他罵民進黨的力道 還是非常強的 他說什麼 背走的 開除背骨的 他是在講罵說民黨是背走 那還有一個部分 我看了之後 我就覺得非常的不可思議 是什麼一回事呢 他的競選總幹事 是許姓良的弟弟舉國泰 那他說什麼 他在當然他也是跟鄭寶欽一個鼻孔出氣 可是他講到一件事情 我超驚訝的 他說民進黨就是這個樣子 沒收了國民黨的黨產 根本沒有辦法證明黨產是非法所得 他在主張這個 你會覺得非常吃驚 當然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選擇自己政黨的權利 台灣是個自由的國家 你只要選擇自己的政黨 你覺得這個政黨理念離你很遠了 你本來就可以退出 所以這段時間包含了鄭寶欽也好 苗栗的中東景也好 不管是藍的罵 綠的罵 反正都說他是背骨 你們兩個不要難過 兩位前輩不要難過 我被罵背骨已經一年了 我已經被罵一年了 我今年的一月我就離開國民黨 我不是為了選舉 我不是為了選舉才離開國民黨 我真的是為了理念 我覺得國民黨的理念離我越來越遠 經過了努力 我沒有辦法改變國民黨 那我離開 所以他們說我背骨 我說沒有啊 我沒有要選舉 我一月離開國民黨 我八月才參加選舉 那麼這兩位前輩 如果你當時是為了理念而離開 我佩服 但是現在我覺得 不管是苗栗的中東景 還是桃園的鄭寶欽 我各用兩個字形容 苗栗的中東景 離開國民黨被開除 我覺得是有理 我就是有理 為什麼 他可能會當選 他可能會當選 在苗栗 國民黨只要派出任何一個人出來 只要不分裂 他一定當選 可是國民黨卻派出一個實力 比中東景弱很多的候選人 那中東景當然是 他有他有脫黨參選的理由 因為他可能會當選 那麼回到了桃園 我講鄭寶欽參選 也是兩個字叫有種 為什麼有種 你知道 大家認為鄭寶欽會當選嗎 我不要說他不會 不然他又要告了 我說我不要說他會不會當選 他有種 因為他離開了民進黨以後 他是為了理念嗎 如果他是為了理念的話 早該離開 早該離開 你在這段時間 你這個點很對 你早該離開啊 你可以跟我一樣 在一月份沒有要選舉的時候 我沒有要選市長 我也沒有要參選 我只是對於民進黨的這個理念 還有當時我創黨跟著這些許信良 一起在做黨外活動 一起建立民進黨的時候 你覺得這理念離我太遠了 早該離開了 早該離開 開始做你的耕耘 做你的生耕 而不是你是經過了民進黨內部 不管你認為的不合理的民調 你認為不公正的提名方式 你經過這個方式之後 你覺得不公平 我不服氣 所以才離開 你的理念是因為個人 還是因為整個黨的未來 我覺得這差很多 所以我說鄭保欽很有種 很有種 他敢在這個時候 孤注一人 然後來拖黨參選 我說很有種 你會不會成功 會不會當選 我不敢下定論 因為你畢竟是桃園 這個政治界的前輩 我們算小輩 可是未來對於民進黨跟國民黨 有什麼不一樣 我在桃園待了這麼久 雖然我沒有鄭委員待的久 因為他就出生在桃園 我在台北出生 在桃園只住了27年而已 真的不算很久 那但是比很多才來三個月的 的確是久一點 那我說桃園的感覺是怎麼樣 第一個 鄭保欽在對於民進黨的批評 遠遠超過任何一個藍營的 從政治 你看他之前在講林志堅的時候 然後因為鄭運鵬是挺林志堅 他也會參著罵 可是他對張善政 溫柔 對 所以這就是好客氣 這就是對於你對一個事物的公益 跟正理的感覺切入 當時大家覺得鄭保欽罵林志堅 哇 太過癮了 為什麼 因為他是綠的 綠的罵綠的 他覺得哇塞 你看這叫做民進黨的良心 這叫做民進黨最後的正義所在 所以他把林志堅批的遍體鱗傷 就說你看這個是抄襲的 然後等到鄭運鵬出來參選 他說哎呀走了個抄襲的 來了一個挺抄襲的 這叫做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他是同志 民進黨的鄭運鵬跟林志堅兩個是同黨同志 然後鄭運鵬又是他的競選總幹事 他不挺林志堅 難道叫他去挺張善政嗎 那才叫被鼓呢 所以他挺林志堅叫做沒有辦法 這叫做一定要挺 為什麼 同黨同志 負湯倒火在所不辭 這這個就桃園三接一來講 這叫中哎 這叫做中 這不叫做被鼓 那麼那我說鄭保欽為你批評林志堅 OK 我覺得當時我也是非常佩服鄭保欽為 有這個勇氣 敢掛著民進黨的黨籍 批評自己的同志 而且自治朱基都講得非常清楚 可是等到林志堅退選了 沒有啦 這個人沒有了嘛 他不選了嘛 人家不願意選去追求他的論文真理了 那我們祝福他 那麼鄭運鵬參選 你說他是挺抄襲 那麼這就有點牽強 那可是現在國民黨的茶壺燒到自己的張善政 張善政他抄襲的不是論文 他是涉嫌抄襲一個專案報告 是這個農委會有錢的 別人的研究被他拿來用了 是是是 而且他還可以讓他跟股票可以漲停板 人家人家的價錢很低 他抄完之後就漲了好幾倍 這真是金營之神 當時他沒有從政 沒有從商來從政 這有點可惜 可是呢你對於張善政這種行為 我們姑且不論他是抄襲 涉嫌抄襲 那麼以鄭保欽 你當時對於林志堅的批判的態度 是不是應該不分政黨 應該不分政黨 因為你現在已經是無黨籍了 你是沒有任何政黨的牽絆 你應該是不分政黨 該批評就要批評 該指責就要指責 那我佩服你 這叫正義 這叫勇氣 這叫做道德心 可是看樣子 你並沒有對張善政 像當時批評林志堅那樣子刀刀劍骨 拳拳到肉這種批評方式 那我就覺得那是不是 你對於這種道德跟正義 跟所謂學術倫理的抄襲 有一定的選擇 那麼這個選擇性 我只能說 鄭保欽委員 我佩服你 你真的很有種 因為你的佩服 其實我覺得你前面的談書蠻多的 但是講話小心是應該的 來 晃哥 剛剛其實我有被點醒的感覺 因為鄭保欽他要選 可是呢 剛剛這個將軍講說 他是為了你念嗎 如果為了你念 你早就跟民黨不合了 你應該要早就走了 這件事情其實有打動我 我們看 鄭保欽這一陣子 他常常上一些有的沒有的專訪 那他的主軸在幹嘛 他就是在批評民進黨 他說你這樣叫做去吃冠 他不是抬頭看上面 他說是他是低頭看人民 那就表示說 他其實跟基層是走在一起的 他罵民進黨罵說 我現在好像是一個 一個背骨的人被背奏的來開庭 然後他說呢 民進黨為了一個人一黨之私 回到了威權體制 密室協商 更指定接班人 這個是暗黑勢力 權力的交換 不是人民的福祉 是不是都罵得很重 然後他講 他不被摸頭 也不怕被砍頭 聽起來 就是那個棋子很大 高舉大棋 可是呢 講是理念嗎 來我請教你怎麼看 鄭保欽是不是為了理念而參選 那他要先搞清楚 現在民進黨的理念是什麼 現在你鄭保欽的理念又是什麼 那請問你鄭保欽的理念是什麼 如果你的理念是在你宣布參選的時候 旁邊站著一個是會送商禮的花欄到指揮中心的評論員 是一個常常用不實的消息造謠批評民進黨的人 你覺得這是你的理念嗎 如果這是你的理念那的確很抱歉 民進黨理念真的跟你不合 還是請你離開吧 鄭保欽一直試圖想營造一個非常悲壯的氣氛 就是他是被民進黨當權派所迫害的 那問題是我們來看一看 請問民進黨有人迫害過鄭保欽嗎 我提醒所有桃園的鄉親朋友們 2020年民進黨總統跟立委選舉 算是一個大順風 蔡英文拿上史上最高票 鄭保欽那一年選立委 他是落選的 他輸給萬美林那如果你這麼優秀 你的理念如此受到桃園選民的認同 為什麼在2020年這種大順風的情況之下 你會落選呢 鄭保欽民進黨給過你機會選桃園縣長啊 你還是落選啊 他選桃園縣長的那一年 是不是也是民進黨的破盤的低啊 2005年啊 因為他只拿到38% 算是破盤的低滿 史上最低啊 就是民進黨在桃園 不管從縣長或市長選舉 史上最低的得票啊 那請問那你的理念有得到桃園 當時的桃園縣民現在桃園市民的認同嗎 看起來是沒有嘛 那我在講民進黨有沒有對不起鄭保欽 其實沒有耶 讓你選過立委 讓你選過縣長 甚至讓你當過台園董事長 平常你講我以前 我還蠻稱讚鄭保欽 在台園董事長任內 經商的部分 其實他是把台園經營的不錯 我好幾次公開肯定過他 所以民進黨沒有對不起鄭保欽 那我也不要去講鄭保欽 有沒有對不起民進黨 因為這是他個人感受的問題 但是他今天意圖想營造一個悲壯被打壓的氣氛 來作為他參選的起手勢 很抱歉 鄭保欽前委員 你無法達到你想要的目的 當然我知道 現在很多挺國民黨媒體一定會稱讚你 如同剛剛余鄉進講 把你當作民進黨的良心 過去我 我跑民進黨新聞跑這麼多年了 很多被稱為民進黨良心的人 後來都良心都變成紅色的 都變色了 所以我不曉得你會不會變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參選起手勢是告別人 告那些在電視上 用真平實據來評論這件事情的人 我覺得你的參選起手勢就是失敗了 這也不是民進黨的理念 所以我覺得鄭保欽委員 好啦你要參選你也登記了嘛 那本來這個就是憲法賦予你的自由嘛 那就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那晃哥我要補充 因為他一直覺得很冤屈的一件事情 他講好幾次 我有做民調 我做七次的民調 我四次都是贏過鄭運鵬的 所以他一直都很不服氣嘛 只是怪的是 我們沒有看到他拿出數字對不對 那你記不記得 在大概八月三十號的時候 或二十九號 鄭文燦他有上節目 他有講到一個數字是說 鄭保欽他輸給張善政是十趴 有這樣一個數字 那後來王時期十七節 他有分享一個數字 他就說民進黨內做的 對比式的民調 張善政是三十二 鄭運鵬追得很緊 差三趴 二十九趴 張善政三十二 換成鄭保欽的時候 二十一 那差就是差十一趴囉 這個民調應該是在林志堅 宣佈退出之後再做的第二次 所以他們其實為了這一個 說那到底現在的情勢裡面 誰適合當救援投手 是有再做一次民調 這其實就是民進黨所謂的 雖然說這一次沒有辦 所謂的全民調的黨內初選 只有大概這一次有屏東縣有辦嘛 但是呢 他選對會徵召 並不是說今天我選對會 我比較喜歡誰 我就找誰 因為你在說服跟溝通的過程裡面 你要能夠讓這個最後沒有被提名的 他要能夠心服口服嘛 以桃園為例 第一次在提名林志堅的時候 全部人做民調出來 當時國民黨張善政 當時他當時是張善政還沒有確定提名 但是有假設有假想敵嘛 當時做出來呢 林志堅是贏的 然後鄭運鵬很接近 其他的人包含鄭保卿 包含黃士卓通通都輸 當選對會的人把這個民調拿給黃士卓 拿給鄭保卿看的時候 給他們看 黃士卓委員看了之後 他確認這個民調沒有問題 他就說好 那我認輸 那提名林志堅 我沒有意見 鄭保卿當時是不太爽的 但是他並沒有那麼大的動作 一直到第二次 林志堅退選之後 鄭保卿覺得說 應該輪到我了吧 我在想他心裡應該是這樣的想法 問題是這個民調也有拿給他看 但是他始終就不相信嘛 那你不能拿 老師拿你自己做的民調 我跟你講我每天都在我家做民調 我的民調永遠比蔡英文高 問題是你相信嗎 這種民調就是你自己爽可以嘛 可以交其妻切 但是你沒辦法拿出來說服別人嘛 為什麼民調 每個人都可以做民調 你拿來做內部參考 你知道自己的弱點在哪裡 我覺得OK 可是當你要拿到變成一個政黨的 提名很主要依據的時候 這個民調是必須一個 由大多數的參選人 他所認可的一個公平的單位 來做的民調嘛 那民進黨今天在六都的提名裡面 除了兩位現任的以外 其他都只要有人表他要參選 都會用類似的方式 包含縣市也一樣 那為什麼其他縣市沒有出現這種問題 難道其他縣市沒有被提名的人 都比你鄭保青笨 只有你會覺得民調有問題 其他人都覺得民調沒問題 你覺得其他縣市都很好替逃 你覺得他們都很笨 不是這樣子嘛 是因為大家都有一個運動家的精神 就覺得該我輸我就輸 那我再拼一下 下次再來嘛 那你今天去質疑這個民調 我覺得一點道理都沒有 因為那是你鄭保青自己做的民調 我自己做的民調 我可以把我的民調做到全國最高 沒有問題 因為題目可以設計 這樣子我知道那個收視率冠軍 我們就這樣啦 每天我都自己做 新台灣加油永遠都是第一名 對啊也可以嘛 那問題是你自己嗨可以啊 問題是要有公信力嘛 對不對 一定要有公信力嘛 所以鄭保青 如果說你連這個公信力這三個字 你都沒有辦法理解的話 我覺得你很難去跟桃園市民溝通嘛 而且你看你身邊的戰略線 你的競選總幹事叫許國泰 許國泰其實這幾年來 他比較接近中國那邊的想法 我這樣講好了 他比較接近中國那邊的想法 那你覺得這是台灣的主流民意嗎 你一直講說你要傾聽民意 那我請問你 你傾聽的是哪一邊的民意 我跟你講連你那些主張 我覺得你如果說 認為許國泰總幹事講很有道理 你就把它列入你的政見 我正要這樣講 我覺得這超棒的 怎麼可以摸收國民黨的黨產 你就把它列入政見說 我當選之後 我幫國民黨把黨產要回來 我跟你講 張善政票都會被你分走 對 因為他就是在分時藍營的選票 不然怎麼會提這個東西呢 所以就已經很清楚了 那你說難道你跟民進黨理念不合 然後你的理念就變成深藍嗎 那你這變化也未免太快了一點吧 來 董老師做補充 其實鄭寶欣他違紀參選 他講的話我聽不懂 他是說他低頭看人民 我覺得 他也是一種高高在上 不是 人民不在你之下 人民跟你一樣高 但是我覺得重點是什麼 我覺得重點說 你既然要脫黨的話 其實也沒有必要要惡言相向 其實沒有必要 重點是政黨本來是志同道合的人 在一起的組合 你當初入黨的時候 你已經有約定了 至少有三個約定 第一個有入黨的事實 第二個有競選的規約 民進黨有民進黨競選的規約 第三個這一次民進黨 早就有通過他的提名辦法 這是三個約定 現在是你違約嘛 你違紀嘛 對不對 志不同道不合 你去走自己的路 大家互相祝福 沒必要回頭去 等於是說 又去詆毀或是抹黑 你原先志同道合的 一起的同志跟朋友 我覺得沒有必要是這樣子 桃園現在有兩個 違約的人在參選 一個叫張善政 一個叫做鄭寶欣 張善政他的違約 你是指哪一個部分 陳信莫散就該退檢查 那個是有合約的 研究的契約 對啊 那個是有合約的 有啊 這個比較嚴重 兩個違約啊 我們等一下來談 因為他今天又搬出一個很誇張的論點 說他為什麼不能開記者會 來 余曉老師 我們剛剛有聊的是鄭寶欣的部分 我們進一步還要聊中東景 因為這兩個一個在桃園 一個在苗栗 那中東景呢 如果說兩個人真的要相提並論的話 鄭寶欣會不高興是 可能我沒學歹啦 那但是如果是中東景 跟鄭寶欣黏在一起 他可能也會不高興 我實力跟他不一樣 我們透過一個民調來看 這個部分是桃園的部分 我們看如果是鄭寶欣出來的話 他的支持度是7.9% 這一份分析 ETtoday他做出來是 當鄭寶欣加入這一個選舉裡面 張善政會被拉走大概2% 鄭運鵬也大概被拉走2% 但是對於整個選情誰會贏啊 他是沒有那樣子的 就是說他自己 雖然是民調下的 不想要被官司騷擾 來我們再來看的是 苗栗的部分 苗栗的部分 國民黨蠻慘的 苗栗一直以來都是國民黨的天下 可是這次國民黨蠻慘的 國民黨提的謝福宏 現在連10%都沒有9.4% 比這個是時代力量的動國頂 他還有10.5% 比他還要低 那兩個現在是旗鼓相當的 中東景22% 徐定貞是民進黨所提的 22.2% 來宇宙老師我請教你怎麼樣來看這樣的情勢 對兩個人都是違紀參選 所以說呢被開除黨籍 但是呢條件呢並不完全相同 我先講周東景的部分啊 我難得被國民黨的論述給說服 什麼意思呢 如果真的硬得頭皮啊 提名周東景的話 第一個國民黨啊又被輿論抨擊 提名有黑到底的背景啊來參選 而且他實力夠強喔 萬一當選了 輿論又接著會踏伐黑道治國 所以長痛不如短痛啦 這是黃近平還有許多國民黨 這個政治人物呢 在呢政論節目呢告訴大家 要呢開除黨籍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啦 但是呢 雖然有這個前提 但是呢周東景強到什麼地步 我跟各位說明啊 不僅民調領先啊 自從他被開除黨籍前後 苗栗許多議員啊 索性呢不掛國民黨籍 都跟他一樣啊 變無黨籍 所以那就是中東景有所本的地方 我強到什麼地步呢 我強到連國民黨的小鸡們 都站在我身後 我問一個笨問題好不好 要怎麼樣去證明說 這些國民黨籍改 無黨籍登記是因為中東景 因為他們有表態啊 還有扛棒基本上 都把國民黨那個黨籍都拿下來了 說到時候是不是 同框 到時候我就去 國民黨約束不了我嘛 對不對 用這樣的方式嘛 對不對 雖然呢 這個 我現在不用國民黨的黨籍了 不過啊那個黨籍了 我用情意相挺 這就是傾聽人民的聲音嘛 雖然他有黑到社會背景 但是呢在地 基本上實力堅強 人家經營已久嘛 這是中東景的狀況 那麼用同樣的情境來做類比好了 剛才晃哥講過啦 鄭保卿的起手是 後面站的是呢 吳子佳 站的是呢 李偉華 站的是呢 朱學恆 站的是呢 黃偉翰 這裡面沒有半個是綠營出身的嘛 你對民進黨有意見 但是許國泰的主張 已經呢 從藍營的這個政治光 綠營的政治光譜 一下跳到藍營的政治光譜 這叫做理念嗎 我覺得呢 這叫做仇恨啊 更重要的地方是什麼 到目前為止 我真的去問過 桃園市議員的參選人 民進黨提到 有誰跟鄭保卿同框 有誰呢 跟呢 鄭保卿站在身後 沒有 現任的桃園的議員 沒有半個跟周東錦 不是 對不對 跟鄭保卿 一起呢 掛攪板 這就是客觀的實力原則 跟政治原則嘛 所以這兩個之間呢 基本上 當然不能相提並論啊 我還是回到一開始 民調的部分 我們多次強調了 民進黨有民進黨規則 剛才晃哥跟董教授 都已經為大家做清楚了 只有你認為這不叫規則 而且呢 我記得在年初的時候 保卿委員 來新台灣加油 跟三點很多節目 我都跟他同台 他手上都有一張紙 說這份民調呢 我已經要領先了 我會想 這份民調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 這個 時機到的時候呢 我會公布 結果時機到現在 他都沒有公布嘛 剛剛宇小老師有提到 這個很重要耶 我來請教原諮 因為中東錦 他是議長 那他是議長 他說 朱立倫曾經還教過 我要如何當一個好縣長 我就已經在那個軌道上面了 你又不讓我有這樣的參選的資格 那他做出的動作是包括 他說他要打一個官司 是確認黨籍存在的訴訟 而且他要對黨的秘書長 黃靖廷要提告 說他意圖使人不當選 還有誹謗 因為誹謗是他說什麼愛情 那個防彈背心 那個報紙嘛 來 可是我們看一個部分 剛剛宇小老師提的是說 14個國民黨籍的議員 可是有10個人 我改武黨籍登記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跳船槽 還有一個畫面很經典 中東錦臉書貼跟 徐耀昌的合照來背書 那沒關係 你說資料照片 來我們看一個新的 他去登記的時候 誰陪 是徐耀昌的太太去陪 陪坐在那裡 正要登記 陪坐在那裡 當然意涵很明顯 徐耀昌可能自己有什麼包袱 可是他要挺的意識很清楚 所以他請他的太太去幫 其實在苗栗地方上 從徐耀昌當投奔鎮長的時候 他的太太就可以代表徐耀昌 這樣 他太太雖然不過問公務 但是很多私下的行程 都是他的太太幫忙跑的 因為他都來我們家 來過好幾次 我看不到好幾次 好好 那我請教原資 這樣的殺傷力如何 當然很有殺傷力 因為之前苗栗 都是算是國民黨的地盤 不管是縣長或者是議員 都是我們居多數 可是這一次 經過這次縣市長選舉 有可能就是 國民黨在苗栗的公職人員 會大幅的減少 就是第一個就是說 中東景托長參選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他是議長 議長通常都跟部分的議員 保持很好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一次他出來選 很多議員是挺他的 那會怎麼挺呢 也許他們到時候 會站到中東景台上 他是國民黨的議員 但是站中東景台 然後去攻擊謝福宏 他可能就會面臨黨紀的問題 所以這些議員乾脆 我也不要你開除我 我自己先退黨 我登記的時候 就不要你的推薦書 我就直接用五黨紀登記 他們沒有退黨 沒有退黨 他只是用五黨紀 我沒有政黨推薦 我這一個身份 我的名分不是 我就是用五黨紀的身份 即便是被開除 其實對他也沒有影響 那我也不退黨 那你開不開除 我沒關係 我已經做好準備了 因為我並沒有跟你要 政黨推薦書 這就是他們心態 所以國民黨現在要處理 這件事情是 其實是非常棘手 我覺得是比民進黨 處理政保鏡機少很多 因為民進黨處理 政保鏡就是把他開除 沒什麼好講的 通常自古以來都是這樣子 只要脫上參選 就是被開除 可是現在 就中東景 他現在不是他的個人 他是後面一票人 除了我剛剛講的一些議員 候選人之外 還包括剛剛晃哥講的 徐耀昌的太太 那到時候徐耀昌的太太 如果說去跟中東景同框 或者是站到他的台上 或者是說 被人家抓到一些 什麼蛛絲馬跡 他好像在反復選謝福宏 那我們國民黨 應該怎麼辦 所以我們國民黨 昨天非常有彈性的 滾動式的 很有彈性 對 滾動式的 這麼沒有原則 因應局勢的變化 就是 滾動式黨紀 做了一個滾動式的黨紀 我怎麼突然想到 四叉貓在滾動 所以國民黨是一個 戰鬥政黨 就是說 一般你如果說去 幫非黨籍的候選人 助選的話 通常都黨紀處分 那之前多嚴格嗎 連花蓮的徐珍衛 幫他先生 傅昆琦 站台 都被黨紀處分 停權兩年 都會停權兩年 幫自己先生也不行 以前是這麼嚴格 但這一次 有人就講說 是不是應該要放寬一點 你看 太太幫先生助選 這個人治長期 你給他停權兩年 不是很 因為你們有一個 中東警條款是說 不能夠幫不是黨的人 提名的人來 本來是這樣 但是 縣市黨部 就是苗栗縣黨部的 專案同意的 就不在此縣 那我請教 小雞 可以申請上方保健嗎 他本來好像沒有 所以滾動式啊 滾動式調整 那如果是徐耀昌本人呢 現在就不知道嘛 因為他說專案嘛 那專案就是 你什麼東西可以批 你什麼東西不能批呢 專案就是很彈性 可能會因應各種局勢的變化 所以那就有規則 等於沒規則的概念 對啊 所以其實我 我的了解 好像他也不是 好像沒有說苗栗黨部啦 反正就是 全國應該都是這個樣子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影響更大 因為我剛剛也看到一個新聞啊 就是彰化縣議長 跑去幫一個 五黨籍的議員參選的站台啊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五黨籍的參選 以前是國民黨的 可是因為他沒有獲得提名 所以他就五黨籍參選 那議長幫他站台 那就是違紀參選的人嗎 那就是你就幫非黨籍的參選站台 那這個要不要處理 所以我覺得 他變成模糊空間 還有就是 會不會有縣市長去幫 比如說民眾黨的人站台 那會不會 那這個要不要黨籍除了 所以我認為這個會出現一些問題 黨部應該要緊急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說這麼彈性 這種滾動式的黨籍 會不會留下一個伏筆 也就是當中東景當選之後 國民黨呢 在啟動同舟地化2.0 再讓中東景回來 有沒有這種可能 這種彈性 不是啊 那你當初何必就說 我就想當社保 不要讓他選 這個其實在中東景 決定要參選苗栗縣長之前 有一個關鍵的人物 傳了一封簡訊給他 那個宇昭老師的好朋友 陳玉珍 他傳給他說什麼呢 你千萬不要自己退黨 因為我以過來人的身份 我曾經違紀參選金門的立法委員 後來我也沒有申請退黨 我選上了之後 我就併入黨團 恢復黨籍 所以陳宇珍有傳一封 關鍵的簡訊給中東景 中東景有亮出來給大家看 他說我感到很窩心 原來國民黨內 還是有一些人挺我的 所以說這一次在中東景 脫黨參選出來選之後 他並沒有退黨 他是用五黨籍來參選 然後三分之二多少個議員 十個 可是他是被開除 因為開除黨籍有說六年都不能回來 不是嗎 對對這隨時可以改變 因為他們都沒有彈性 隨時可以改變 我真的說真的 如果中東景這一次真的能夠脫穎而出 奪下了縣長寶座 我覺得他會用陳玉珍的方式 讓他先恢復 但是因為這個中東景這次其實是非常特別的一個狀況 因為國民黨他就是不肯提名中東景 所以他硬要去提名謝福宏 但不要忘記在上一次這個民進黨其實在2018年的時候 老實講是選得不好對不對 但是在那一年的時候 徐定真他在苗栗的時候選了多少%的這個選票 他拿了38%的一個選票 所以呢如果說今天徐定真還能夠維持上一次民進黨在苗栗 有30%的一個基本盤 如果說還能夠增加的話 這是為什麼這一次中東景一出來參選以後 中東景的情勢不再像過去那麼穩 如果一旦國民黨沒有提名中東景以後 中東景是不是能夠再選後 再透過國民黨的滾動式的這個黨紀 能夠讓中東景再回到國民黨 我覺得這是很困難的地方 因為這次剛才我們提到說 苗栗總共有14位的議員 總共有10位的議員 這個這次改冠五黨籍 可是這10位的議員 其實是來自於非常大的一個票倉 苗栗其實他的因為山多 然後他的這個聚集 人口聚集的地方比較集中 另外事實上他還有是這次選政長的 上次國民黨政長也選得還不錯 這次連政長過去是國民黨挂國民黨 這次國民黨其實也不挂 所以這是為什麼現在在這個謝福宏 總共有15%兩位的熱